玩具TV第33轨第7集 刚才谈得很开心 说明书今次介绍一些 不知你变形是否需要变形 这些其实我是享受盲变的 因为可能你25个step以下 即是盲变也没问题 今次介绍未来做的变形 你真是看到这个 真是正好 但今次我们先介绍前面的5个 是V1的变形 可能留下一次再介绍 因为时间有限 但我会照样玩一个机械人形态 我们就介绍一下 今次变形金刚这个电影就说 阿帕文林·麦加登未成为阿帕文林·麦加登 之前的故事 之前是朋友 是做抗公 后来就被太师傅给了变形 然后就变了变形金刚 到底是之后的故事发展是怎样呢 就要留待香港二十多号照片 好像月尾照片 差不多了 大家都很开心 可以买着变形金刚 玩着来入场看都不错 起码不用等几个月 半年才玩 有玩具玩 有看电影是最开心的 没错 看下桌面上的五个电影 先看看阿帕文 我们先zoom 阿帕文得到变形能力后 成为了一个这样的车 我忍不住笑 虽然他没有studio那么漂亮 但我觉得这个波子里面 都是很有心思的变形 为什么呢 他的变形由人变了载具 他那些关节 或者是头边尾 即是脚反转 或者是里面 这么小的也有matrix 即是有很多心思仔在里面 弄弄它 这个是非常之不错的 我们先进一面的 阿帕文 这样看见脚在这里 打开脚就可以把他的能量虎拿出来 能量虎 这个是招牌 已经是 脚就成为了 打回他的脚 当你打了脚的时候 反出来就成为了 下半身的部份 变形都非常爽快 几乎几乎的 这个没有数度 因为说明书已经失踪了 我们是在哪边 这次他以前变形 前面这样说 阿帕文手通常是摘 这次反了在下半身 这是比较特别的做法 他的第一形态 都依然是类似这个货柜车的那一刻 这个胸口是真的胸口 不是假狗 不是假狗 要扭斜才可以用这个关节向下 你向后的时候 头就刚刚好会升起 这样就形成了头部 但在胸口前 你要把手臂的关节 先上升上去 这个也挺有趣的 先上升上去 看不到 基本上是一个类似�蝴教的东西 两边 最后这个要收起 但这个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隐藏了一个MATRIX 这么小的也有MATRIX 很棒 在它里面 这个是挺有心思的换味 收回它之后 刚刚好振到它 这样就完成了 相对其他变形金刚来说 阿柏文永远比较複雜 是的 但它的变形是非常好玩 有创意 这一系列变形后有穿洞位都可以接受 其实你真的不是很明白 韩之导已经出了五十多万个阿柏文 每一只都有 变形后有腰转 头、手、手的关节 因为变形的结构可以抬起 这个都非常不错 手的通常都是九十 都是有水平转 基本上有的关节都有 这次贴地就差点了 如果想贴地好玩Studio系列就可以了 它的烟通可以抬起来 当是一支枪来玩都可以 当然了 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但价钱亦有比较 但不同的产品线 有大有小 通常阿柏文制白都要麻辣有 这是下一次才认识 接下来到Bombobie Bombobie 它可以把手伸出来半变形状态 对不起 打断你 根本是两件 老实说 两件 连设计也是两件 你见到未来的跑车 外形很像猫屎 这四个车是可以动的 推得挺好的 可以重演剧中半变形的状态 就是把手扔出来就可以做到 半变形 变不到 它说那绿能变 那绿能叮住 这绿能叮住 挺有趣的 先叮住 不过又拆远一点 其实我相信 这么多变形金刚迷 应该饿了一段时间 也有一套Transformer One 这些相对有新意的作品 也是一件好事 挺开心 这个就是半变形 可以的 这个是好笑的 真的可以的 这个变形比较简单 下半身是脚 这样移动就可以变形 这个也是很简单 因为Belust 贴地这次是欠缝 即是跟刚才Apperman一样 是的 因为它留有空间 比较高端一点的产品 明白的 好 摺了背脊之后 将 不过今次Transformer One的B127造型 是 再具形态 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是 再反过来 再把头拿出来 那就大致就完成了 好 好 小一点 填小一点 先填小一点 好 可以了 好 造型都不错 好 好 附送了两件武器 就是它 在后面的时候 会出现一把刀 以及一支枪 一支枪的 玩法 跟以前的电影版 类近 类近 类近的玩法 整个团子 团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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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刀子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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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又是二段变形 矮了就可能会很适合 这个是自己玩的 这个可以的 接着就轮到 刺于他们能力的泰师傅 泰师傅竟然变了畜生 变了一个独角兽的物体 外形也挺漂亮 它的变形很简单 但它的亮点就是 它动物的猴肢的关节 做得非常不错 变形很简单 打开这个 就是形成一个披风 接着拔了一把剑出来 基本上你会看到它的头已经在 手呢 其实你收起了 两个爪就变成十手步 脚就把 脚拉长 反了脚发上 把大腿反到小腿 这样就完成了 GD也是很爽快的变形 这是Deluxe的优点 受惠于变形 它今次的可动和下肢 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拿回一把 尾的剑和一把短剑 背部这个要换上是一个斗篷 那就无所谓 它有一些金属色是挺帅的 如果你有能力上下肢 基本上这个武具都非常不错 泰斯虎都相对小产 同样地都是 都是无事的 这个样子真的有点料到 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 就是Samuel Price 这个宇天迪 这是第二亮点 我觉得非常好玩 现在是飞机型态 当然我不知道 电影中的表现如何 但以单要玩具来说 这个是非常出色的 颜色都抢眼 是战机型态 先把配件拔走 电影中会有什么表现 未知了 下个星期 可能星期四或五 有全门优先场 应该会提线 看看到时有什么表现 好 就翻出来 这个就是脚步 很爽快 爽快 当然 逢这些飞机载具的变形 你也可以模拟一下 一种 转狼 转狼形态 也挺有型的 不错 也不错 就是半边形的形态 起身就是 把手抹开 机头就成为两只手的部分 我插一插 我以前小孩玩微星小超人系列 也有一个类似的飞机变形 是红色的 是 两只手夹上飞机 哇 很漂亮 有没有印象 转头飞机和车 基本上是这样 简单变形 这款是英俊 尤其是有很多武器 而最好是 雖然鞋是这么大 但贴地非常出手 又是受惠于变形机构关系 还是真的做给你的 它真的做给你的 不知为什么这个是有的 特别有的 有很多武器 因为是鞋子 有一个好像盾的东西 有两个枪 导弹架 真是靠想像 这个炮可以装在翼也行 装在膊头 否则很有型 是 变成全弹发射 非常有型 全弹发射 亦可以打开翼 再威武一点 所以这一水 我比较 玩完之后 突然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 好 所以我马上拿来玩 好 最后就是 一个一改外形的昆达沙星人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好像战蓝的物体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机头这个位置 可以吸取这个能量方态 有这个能量砖可以收到这个地方 同样地很多的玩具 也会有一个传说中的企可形态 他也可以做到的 除了救命 也是救命 好 就简单变形 这个都非常方便 基本上是反出来 哇 这个真的是十几个步骤 是 这个反出来 大概都变成型 先收起 是 又有一些不知捉手 一样的东西 他这些有很多透明件 是 那里面 附设计里面 看到它是捉住 好像大黄蜂 或不知怎样 很大只 这里就是缩小了 但是 这边 这个很少产品的玩具来说 都是 有出过产品 有出过 有出过很大 有四面 有几几面的头 是四面头 非常之不错 没有 麦加登是暂时没有的 麦加登会变坦克 是非常之期待的 下一回合 好 那我们zoom out少少 看看今次 第一弹的玩具 是啊 最棒的CDV留待 下一次就和大家介绍 没错 退后 好 好 配合 来一个全家福 好 今次先玩 好 待会再见 下个星期见 好 好 来